我们今天去三番市 我们需要去做BAR 然后因为美国这边 像BAR其实有点像国内的地铁或者乘铁 然后做BAR需要先开车过去 因为美国地铁 就是说你很难通到 就是能够步行的距离 所以大家都是先开车 然后一会儿看一下BAR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现在到了旧金山的BAR 这就是station车站 这火车站和地铁站都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这样 就看起来还行 还行吧 可能夏天会比较热 因为它是没有空调嘛 但是这样看起来反正还可以 因为这些我估计也就修了小几十年了 你看这些BAR火车都在这儿 修了几十年了估计 它这边铁路没有那种屏蔽门 美国的地铁大部分都没有屏蔽门 像在纽约地铁站里头 也是没有这种屏蔽门的 它都是这种裸的铁轨带 有点像北京的一号线二号线 当然我不知道 现在北京一号线二号线有没有装铁轨门 以前一号线是没有装的 现在应该有可能加装了 平民门没有 大家坐地铁 这些雕塑看起来也不错 这就是BART BART就是 成铁吧 成铁的 但铁也可以叫地铁 这有Richmond San Francisco Daly City Oakland Dublin Easter Bay 大家周末 大家周一到周五上班 如果怕赌的话 就是做BART 就这样 我们现在这是三餐市的BART 就是类似于国内的地铁 你看 其实座位还是挺空的 现在还不是特别晚 现在大概是九十点钟左右吧 这边也没多少人坐 BART 火车 我们现在是在旧金山的Downtown 这个是旧金山市 旧金山就是 是美国的 也叫盛傅老师 我们的本地华人 一般是叫它三番市 旧金山位于北加州 以前是因为在1860年代 有淘金热 所以那个时候 华人也在这边淘金挖金子 然后黄金就堆在这里头 所以华人就叫它们叫金山 后来墨尔本也有一个金矿 大家就叫它 所以墨尔本就是新金山 然后这边就是旧金山 旧金山也是美国的金融 科技教育中心吧 也算是中心了 当然现在大家都说它是 林原购和那个 自然差的代表 脏乱差和流浪汉的代表 但是 其实细细看 其实还可以 细细看这街景 还可以看它 还行 我觉得还可以 也没有 也没有那么糟糕 这建筑还是挺不错的 我觉得这建筑还是挺不错的 大家看一下 建筑还是挺不错的 这些建筑应该有个 至少有几十年了 历史是有的 当然旧金山它肯定 它市区肯定没有国内那么新嘛 也没有国内那么大嘛 其实大家都一般都不是住在当趟 当趟 以写字楼为主嘛 很多什么 startup 还有很多银行啊 这些 主要是这些 我们现在是在旧金山的唐人街 然后大家可以看这里生活的 基本上都是中国人 都是华人 华人 老华乡 老华乡 说广东话的老华乡 然后四周都是那种 像类似于国内七八十年代的这种 呃店啊 卖富士的 这里基本上大家都是说广东话的 这里的菜 大家自己菜价比较便宜的 比外边便宜很多 这里游客很多 这里游客很多 算多的 算多了 这是唐人街 这里还是唐人街 然后这边挂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然后那边挂的就是中华民国的国籍 两种国籍画在一块 挺有意思 大家都和谐相处 挺好的 挺好的 都都华人嘛 哎 这是庆祝中华毕国 双十国庆 这是唐人街的主街 sorry 我们现在来到了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就是金门大桥始建于1933年 1937年通车 也算是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吧 可以看到这边的景色很美 go 绝对的一手难过 绝对的一手难过 周边全是山 非常美 非常美 非常壮观 大家可以看到 这真的就是一个海峡 背 背 海湾 金门大桥现在还在用呢 在电影场景里也出现过很多次 金门大桥 今天可惜有点下 下了点雨 如果是有太阳 可能会更美吧 但是下雨也有下雨的好处 它会有一种 山色空谋雨一起的感觉 oh nice 这个地点 还不错 能直接看到金门大桥吧 我们现在是在金门大桥的观景台上面 这边 这边 角度更好一点 这边 角度更好一点 今天下雨 其实下雨我感觉也挺好 因为我是生活在一个雨米之乡吧 所以 其实我还挺习惯这种有雨的感觉 而且雨也不是特别大 现在变小了 其实从这儿能看到这个桥 还挺壮观的 毕竟一百多年前的设计嘛 它现在还在这儿 但是中间它肯定一直在翻新维护 所以 但是那个时候修的时候 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花了不少人力成本的 就是说那个时候 毕竟美国也是在大基建时代嘛 而现在美国就是 基建少了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桥 没有以前 现在美国桥路铁轨修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只能说这个自然禀赋太好了 这个是金门大桥的设计师 Joseph Strauss Joseph Strauss